我们会在未来的一个小小小里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我们叫做Wireless Technology Workshop On Antenna and Radiation Measurement 和我在参加这次的教堂之前 其实我们学校也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文件 我看了大家的一些讯息 所以看完你们的讯息之后 我就稍微调整了今天的内容 本来会针对天线设计 转移到Wireless Technology 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 如果大家准备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 在我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知道你们能否看到我的分享 和听到我的声音呢? 大家可以在checkbox回应一下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好像对着空气说话 OK 我看到有同学回应 Yes Good 如果大家都听到的话 我们正式开始了 同学如果你们想开Camp 好像感觉上大家一起上课的话 我是绝对欢迎的 我自己也开Camp会和大家见面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好 今天这个Course 其实你们选择 对我来说 我当然觉得 你们选择这个Course 是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呢? 你们今天会听到 甚至是分享到一些 Information 有关于科技发展 而可能之前你从来没有听过 在这个Course 你会得到什么呢? 第一件事 我们会和大家 看看 在现今的Technology 特别是Wireless Communication 的Technology 那些Development是如何呢? 这张图片 你会看到 由我们50年前的1G 2G 3G 4G 到现在我们是5G年代 已经是2020年 未来10年之后 我们是会 move to 6G communication 那么 在5G、6G 我们的预备功夫 或者它本身有什么example 在5G、6G 是会特别出现的呢? 以往我们没有见过呢? 今天在这里 我们会和大家 尽量分享一下 分享之前 我们看一看今天 我们会有什么outline 这个Course Outline 很简单 我们围着Wireless 看看无线技术 无线通讯技术 或者无线其他技术 在现在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和将来的定位是什么 当然我们会通过以往的分享 我们之前的History是什么 现在最新兴的Technology 和将来是什么 如果大家准备的话 Let's go What is Wireless Technology? 特别我是强调Communication 因为很多同学 一说Wireless Technology 他们都会觉得 是和通讯有关 当然通讯是其中一个 Wireless Technology 非常主要的一个元素 除了通讯之外 也有其他的 等会我们都会看一看 但我们先看看Communication 什么是无线通讯呢? 无线通讯呢? 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Terms 因为我们是人类 你和我 乙身俱来 有手有脚 也有眼耳后鼻 其中呢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其实已经是乙身俱来 涉及Wireless Communication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 是否真的呢? 看一看 这里 在Wireless Communication的 学术定义里面 有几个不同的区域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个 我们叫Acoustic Telegraphy 它是用一个音波的形式 音波就是我们说话 你耳朵听话 原来说话和听话 就是Wireless Communication 没错 我们嬰儿的时候 我们想和父母说话 我们会用Crying的形式 哭的形式 到我们大一点 我们学会说字母 学会说句子的时候 我们会用表达的形式 对不对? 其实Acoustic Telegraphy 是包括声音 Music 和Voice 这些都是Acoustic Telegraphy的一种 远到我们的人类祖先 大概在公元前五百年 人类真的很聪明 他们发现到 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Message 从一个地方 传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群人一起说话 不过 好像我们今天上课一样 如果我们一群人 大家乱地说话的话 最后我们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很吵 很吵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们一群人 是站成一直线 这里我们说了出来 一群人站成一直线的时候 原来大家一起共同叫口号的话 这个口号是可以传到非常远的 在远古时代 人类就用这一种方法 在山顶 和另一边山顶 另一边很远的地方的人 做交流 就是用这种方法 你知道了 我们每天喊得多的时候 喉咙会痛 对不对? 远古人类也很聪明 他们发明的是 用一个我们叫做打鼓的beat方法 drumbeat 这种drumbeat是非常效果的 到现在我们正在用的 当然我们图片给大家看的时候 比较extreme 但是也是一个真实图片 在现在有些地方 例如好像非制群岛 上课的土人 都是用drumbeat的方法 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另外就是在远古时代 我们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 可能你读书 中文科都读过 一鼓作气 就是去打仗的时候 有些士兵 是会敲打一些鼓 产生一些不同的music 令士兵的士气 是高涨一些的 这些都是wildless communication 在以往的表达形式 除了用声浪之后 其实光 optical technographic 也是wildless communication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在你们小学教科书 都一定见过 原来封火台 点封火 就是wildless communication的一种 没错 在远古 特别在战国的年代 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你会发现万里长城 很多不同的封火台 那些封火台是做什么的呢 除了让士兵休息 或者望望远景 看看有没有外族陆侵 就是它会研点不同的烟火 以前研点烟火的时候 不同颜色是代表不同的事件 例如 红色大家知道 warning 大家看到红色的烟火 就知道发生了很危险的事情 黑色是代表一个预警 等等 还有烟火是蓝色、黄色、红色等等 都有的 除了封火台之外 这些比较我们叫做classical application之外 现代都有的 本来我们今年有东京奥运 但是因为受疫情影响 日本的东京奥运要再延迟一点点 希望在今年下期可以有一个东京奥运 在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大家会研点奥运胜货 在一个很高的封火台上高 为什么要研点胜货呢 第一件事 你想想 在远古的时代 在奥运村 晚上有活动的时候 怎么办呢 为什么要说晚上呢 但是日常活动是没问题的 日常要跑步 要有gathering 要跟大弹吃饭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晚上的时候 是黑漆漆一片的 当年来说是没有这个电力系统 没有这个照明系统 所以人家就靠这个我们叫做 封火台点这个圣火 是做了一个照明的作用 第一 第二就是 你也知道奥运会是开了很长时间 现在奥运会也开了大半个月 有些人 其实他由一个地方 走到第二个地方的时候 会走错路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没有GPS 马路也没有那么漂亮的交通工具 是走到奥运城 走到奥运城 走去的时候 由于在内陆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会迷路 靠这个圣火 尤其是靠这个圣火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 现代版是如何 第三种 我们发现 或者点圣火 烤鼓 大叫 这些方法 是 没错 你可以做到一个交通工具 但是它不是很效果 以及不是很科技 科学家 甚至工程师 很努力 做了很多不同方法 去表达的Wireless Communication 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方法 我们叫做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 大家读书可能没读过 但看电影一定听过 未必看过 但听过 就是用摩斯密码的间谍 罪犯 特务 警察 甚至Superhero 他们都会用这些图片的形式 去做 这个图片 是一个Modern的图片 美国海军 其实他们 现在都在用摩斯密码 当航空母船要靠岸的时候 是用摩斯密码 和那些靠岸的职员 做沟通 怎么做呢 你看到图片 这里 已经有个大光灯 大光灯前面 会有一些白叶的 开山开山的一个 mechanism 他们可以供应到光是 色和发量 色和发量 然后抗制它的长短 长短 就可以供应不同的摩斯密码 这是一个很typical的例子 到现在 我们仍然在应用中 不只是电话 他们原来用灯打 用大光灯做通讯 这类型的application 除了海军 你看到之外 有时候你们去一些 愚人码头 香港都有 去一些码头地方 我们会有灯塔 灯塔 有时候它会旋转之外 也会打这个摩斯密码出来 好了 我们看到过去的时候 很有趣 原来声音 图片 我们叫做密码 甚至是文字 都是communication 一种 在modern communication 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看 究竟什么是modern wise technologies 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围绕 我们在physics 学过的frequency spectrum 这张图片是frequency spectrum 由频率很低 1Hz 到10GHz 再到100THz 也有 在不同的frequency band 原来在不同的frequency band 我们人类很聪明 不同的频率 我们做不同的事情 在低频的时候 Herts 大概是10GHz 我们用低频的讯号 是做电力 Electricity 的Generation 这种就是 我们现在 可以这么舒适 坐在房间里 可以用电脑 可以有照明系统 可以有冷气机 可以上网 都要靠低频的电力产生 是Electromatic 亦算是Wireless Technology 不过它是短距离的Wireless Technology 接着 再继续走的时候 原来 我们的 传统的 telephone 电话通讯 都是Electromatic 的一种 但它这种 不算Wireless 但再走上少少 就是Wireless 包括我们平时听的收音机 我们看的电视机 现在非常流行 大家好 中流行 上网 Wi-Fi Bulltube Zerophone 这类型的 application 就是microwave band microwave band 大概是1-10G 1-10G 的frequency band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application 除了是用通讯之外 原来Wireless Technology 还可以煮饭仔 我们有女同学 女同学会懂得煮饭仔 原来我们的微波炉是Wireless Technology的一种 它的工作频率大概是2.45G 再厚一点的时候 我们有红外线 近红外线 和软红外线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application 我相信大家家里一定有 冷气机 电视机 有不同的电视产品 很多时候是一个遥控器 那个遥控器很简单 其实它就是用红外线 再走高一点 我们就变成Visible Light Visible Light 当然有很多应用的application 这些我不足够说 最typical的application 最近几年拿了Visible Light 就是什么呢? 我们手机上的镜头 其实拍照就是 Wireless Communication的一部分 它将我们的影像 用时间的形式 在那一秒锁定 这种技术 是Wireless Communication 锁定图案的一个技术 再往上走的时候 UV 今年 应该这么说 上年开始大家在COVID-19 有疫情影响的底下 最近很多用UV杀菌的application 这些都是Wireless Technology的一种 好了 再多走一点 X-ray 大家可能读书读过 X-ray很危险 X-ray很危险 X-ray更危险 虽然它很危险 但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X-ray 有关的部位 我们会用X-ray 原来X-ray高一点的时候 Higeng Gamma Ray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质是可以改变 改变植物的DNA排法 这种东西 生物工程用很多 我们近十年吃的 薯仔特别大 特别甜 特别好吃 也特别多产量 这些就是用DNA工程改造出来的 还有呢 譬如我们最近吃的生果 提子为什么会没有核 我小时候吃的时候 提子是有核的 不知哪个年代开始提子是没有核的 因为它用了加码射线 现在提子更厉害 除了没有核之外 它还是爽的 大大粒 那些日本提子 一磅就卖你几百港币 你想想 这类型的技术 都是Wireless Technology 影响我们的生活 也挺大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modern way in communication 也是modern way in wireless technology 好了 除了这类型的例子之外 我们找一些大家熟悉一点的例子 有哪一类型呢 就是说到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通常我们会区分 它究竟是属于慢速 还是快速 这个就是我们做工程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把这些事情区分 它是慢速的Wireless 和快速的Wireless 那有哪些呢 慢速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在 我们叫做 控制系统方面 包括电力系统 家居的控制系统 车的控制系统 我们是用慢速的Dataway 刚才说 Infrared属于Dataway 不需要太快 另外就是 有些中至快速的 包括我们现在每天 每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天气预告 其实天气预告就是Satellite communication 我们把镜头摆上卫星 拍完图片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天气预告 那些图片送到地球的时候 是属于快速的Dataway application 大家打游戏 很多男同学 很喜欢玩游戏机 或者平时会上下网打 这些属于高Dataway communication 我们正在使用的手机 另外就是 最后就是 未来我们会有一个 Wireless HDTV的Service 都是属于高Dataway communication 将来你们坐高铁的时候 你们的上网服务 都是属于高速的交易 这是Low speed和高速的不同的地方 除了交易之外 在Wireless Technology 有一个范畴非常重要 我们叫Imaging Imaging的意思就是 如何利用Wireless Technology 提供一些visual的图片给大家 这些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Sample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 就是我们用Millimeter Wave 这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手提电话的通讯是1GHz Millimeter Wave是可以跑到100GHz 它比手提电话的速度是100倍 原来当Wire fast100倍的时候 除了可以做通讯之外 是可以做Imaging 可以做拍照功能 当它拍照的相片 是有透视功能 跟我们相机不同 相机一幅相 大家一二三笑 看到你的样子笑 但如果用Millimeter Wave 拍照 一二三笑 它会看到你的肌肉和你的骨 是怎么笑的 很过瘾的 这个就像X-ray 不过比X-ray安全很多 亦是一个原因 我们过海关的时候 譬如你们 今年COVID-19没办法 以往一放復活节 聖诞节 大家可能跟家人去旅行 或者自己回深圳 你们会经过一个 我们叫Security的确认 这个机车 除了看你有没有金属 袋身之外 它会映出一个映像 是类似这些 会看到 你有没有将这些可疑品 放在身上 另外 频率更高 我们叫Terahertz Terahertz Terahertz 泰克之波 这些个人 你这个图片 你看到就是 我们是会照植物的种子 平时种子很多 粒种子看来好像差不多 如果我问 当中要选择种子 是A矩 B矩 C矩 那我们是怎么分呢? 以前是分不了的 以前是靠农夫的经验 慢慢分的 但是现在我们有新的技术 我们叫Terahertz 我们可以用Terahertz的成像 你看到这幅图片 可以看到原来不同的米 看上去差不多 但原来里面的成份 可以不一样 如果我告诉你 红色属于A矩 即是说这些米 属于A矩的米 不多 只有几粒 其他的B矩 有红又黄又蓝 甚至有些只有蓝 属于B矩的米 这种情况就可以 确定你买的东西是优质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技术 很快会在你们未来的手机出现 就是什么意思 你们会多一个Terahertz的镜头 这件事就帮同学 你们去超级市场买苹果 我们超级市场买苹果 我告诉你们 现在前面有两个苹果 一个是坏的 一个是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坏还是好的 如果你只是靠肉眼看 靠你闻的话 这个不是太科学 我用Terahertz照一照 他们就知道 原来苹果里面是很甜的 有很多水分 我们会看到 夜市的系统 我想大家听很多 也在不同的媒体 会看很多 用夜市也可以看到 晚上就算没有光 原来夜市的功能 在Y-ness communication 都是其中一种 另外就是X-ray Ultrasound等等 这些大家熟悉一点 我就不说太多了 好 刚刚大家分享完 Wireless technology 有什么例子 今天的talk 主要不是说 以前发生什么事 和现在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一看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才是今天我们的重点 大家来大学听 就听窗内发生的事情 好了 要问一问 简单的问题 大家觉得 Top 10 technologies in future 是包含了什么 或者包含了什么 很火热的题目 在这里 我想大家一起参与一下 究竟 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有哪些technologies 是属于Top 10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了 想完想 就这样想就不行 所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Multiple choice 很简单 大家都考过试 Multiple choice 你知道怎么做 等一下 你就选择 A AI 人工智能 一定是未来的Top 10 还是你觉得 B 6G communication 现在我们是5G年代 十年之后 我们会变成6G 6G一定是未来的Top 10 因为今年5G 10年代是6G 会不会是电子钱包 你知道我们的现代人 大家都很紧张 Digital money 电子钱包 会不会是未来的Top 10 还有 大家都在说 以后的交通工具 是智能交通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Self-driving 在Top 10 这里我给大家 一分钟时间想一想 和你选择你们喜欢的东西 我给大家开简单 ABCD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我暂时看到 大部份的同学是选择A AI 有小部份的同学是选择BCD 分别有不同的同学 都有Support BCD 6G Digital money 和智能驾驶 想一想智能驾驶 会不会很重要 因为大家每天上学上班 都要坐交通 交通肯定是 听大家要做的事情 花钱 你能不能出门 能不能上班 能不能上学 做什么都要花钱 怎会没有Digital money 还有 现在5G 6G也很重要 行吗? 大家 我看到还有10个同学还没有投票 我们等一等10个同学 一个10个同学可能需要时间考虑 大家都知道 做exempt paper的时候 有些同学做得特别快 有些同学需要时间考虑 我给大家多5秒 5 4 3 2 1 好了 停了 没有做的同学就零分了 没办法了 有做的同学就 我们看看 我们先分享结果 给大家看 大部分的同学 我相信你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也有大部分同学 可能是来自science的同学 他们会选AI 因为AI这个词很hot 甚至我最近有些同学 他们DSE这些学生 就是中育的学生 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 入大学 他都要读AI 所以AI很多人选 可能大家不知道 是6G 所以大家都不敢选 另外就是Digital money 也有些人选 Hotodriving都选 好了 开股 好吗? 开股 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对 多少人错 我告诉大家 A,B,C,D 只有一种 未来top ten 是不存在的 当然它不代表它不重要 它也重要 它用另一种形式重要 它不一定是top ten 可能是top eleven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选A 你是对的 你选B 你选C 也选C 在D 可能 十年做不完 要多 十五年至二十年 才能做到智能交通系统 所以D也是重要 不过就是 在后一点年份的时候才会出现 好 想问 既然A,B,C都存在的时候 top one是什么 大家觉得top one是什么 我再relaunch 这个Polling一次 AI 6G 和Digital money 大家猜一下 top one 是哪一个 你们可以再做一次Polling top one是哪一个 A,B,C 大家不要选D 第一名 看看第一名大家会选什么 我们有一位同学 是选了不会出现D 多谢 有两位同学 选了不会出现D OK 差不多了 先看看这边有没有同学问问题 没有问题 OK 我继续 我们先看看 5秒 5 4 3 2 1 没有做的同学 没办法了 原来发现很多同学选AI 今次多了很多同学选6G 6G一定是top ten 甚至是top one 好了 result 你们看完了 我们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在下一版 下一版 下一版 等一等 正确答案在这里 如果由我去说的正确答案 好像不太有说服力 大家同学不知道 Steve Wong是什么 将来你们读technology 读得多 可能你们都知道我是谁 但现在你们未知之前 不要紧 我们用一些你们可能知道的 官方媒体 我们找福布斯帮忙 福布斯是一个权威雜誌 每年他会评估 哪个是全球首富 哪个是全球top ten首富 哪个是全球最重要的technology 哪个是top ten technology等等 在2020年2月的时候 他公布了top ten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在2020年 以及未来十年的时候 这些technology是会影响大家的 那是哪个呢 看一看 刚才很多人选AI 是不是 你看一看答案 这里 第一名 并不是AI 所以说 第一名 原来是satellite mega constellation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个巨型的星際网络 哇 是什么来的 我在香港没听过什么 叫星際网络 等一会儿我会分享 什么叫巨型星際网络 我们是用这些satellite系统 去develop的 这些satellite系统 就是我们的 卫星通信系统 第二名才是AI 而这个AI 还不是一般的AI 我们叫tiny AI 这种叫微AI 就是把AI微型化 因为AI太大了 但是我们做不了很多东西 我们只可以做AI小部分 我们叫tiny AI 第三个部分 我们是用AI的技术 去develop我们未见过的molecule 但当然有用的 这个属于chemistry 和biology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听的supercomputer 但这个不是computer 这个就是contact computing 如何将我们的computing速度再提高 这是第四个技术 非常重要 第五 气候变化 第六 抗衰老药 大家都想年轻一点 抗衰老药 第七 是我们的internet security 第八 digital money 第九 Madison 和我们的药有关 COVID-19也是排第九 所以 第十 就是我们的私隐 我们的privacy 的私隐 原来全球都很关心 所以同学 不要乱把你的personal information 放上互联网 因为privacy 在未来的十年里 大家很关注 关注的意思是什么 原来有很多网络罪犯 是每天拿着你不同的privacy 帮你develop一个taylor make的方案 所以一定要小心 好 说到这里 我们回到第一名 satellite market consideration 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看看 什么生制网络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在4G、5G年代 4G、5G年代的network 大家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 其实是说 building和building 城市和城市 人和人 车和车 车和人 computer和computer internet of things 一个concept 将它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个图片 你看真一点 他们虽然联系在一起 有一个地方 他们是没有联系的 我们发现 就算你怎么能力 将network 擴充到整个地面 也好 原来空中是没有network 你看见 在图片上 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无人机 很多人在说 无人机的不同的应用 如果将来无人机在十年里面的应用 是可以五花抹没 即是空中上谷 很多无人的士 无人直升机 等等的东西 那你怎样放过network 在空气上 在空中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将来人类 要建设一个network 它是要在空中上谷 也有network 这是我们的Priority 1 技术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利用卫星系统 在全地球的表面 我们放很多不同的卫星系统 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 或者听很多technology的资讯 你会发现有些美国的公司 欧洲的公司 甚至大陆的公司 他们陆续放不同的卫星上去 可能跟我听新闻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们放卫星来做什么 但听完我这个talk 你就明白 原来他们放卫星上去 是准备6G、7G 就是未来20年、30年的network 因为没有这样放卫星的话 你在空中是做不到network 你怎么可以拉电视在半空呢 拉不到的 但是我们放卫星的半空 stationary 然后放到network 你在空中的network就会产生 这个就是6G network 好了 说完network 也说完我们的talk 1的technology 之后 我们又针对性一点 看看这个 Future的Wireless technology 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选择这个Future wireless的时候 因为Future wireless 太多不同的应用 太多不同的technology 我们不可以续一续跟大家讲 这里我重点选了几个例子 给大家分享 好吗 大家拭目以待 这三个例子 包括我们会增加图片给大家看 我们会用玻璃做通讯 这个题目我们开始讲的时候 就是说天线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原来天线 除了金属以外 玻璃都可以做天线 即是你家里看出来的窗 或者现在你看到的玻璃 它是玻璃 它就可以做天线 可以做交易 这个例子 等下我会给大家看 第二个例子 就是Facebook 不单在互联网出现 原来可以将Facebook 放在酒杯里面 等下我给大家看看 如何将Facebook放在酒杯里面 当然放在酒杯里面 是没有意思的 它也要用一个 Wireless的technology 用天线去做交易 然后将Information 再上网上 第三个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 原来我们有一些 我们叫做mini robot 那些mini robot 什么是mini呢 放入人体里面的血管的mobot 足够mini了吗 等下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个例子 OK 第一个例子 我们会给大家看这段片 就是我们叫做 Class for Communication 我们会在 你等下在这段片上 你会看到车 它的挡风玻璃 其实它是一条天线 它就会 我们的Full Emanation 的形式 会给大家表达到 它是有一个 在车上写出来 那写出来是什么 它和路旁边的 我们的基站天线 做个沟通 这个例子非常重要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经验 在地铁上网呢 地铁上网很有趣 你会发现 在一些地铁站上网 速度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去到旺角站 或者去到其他什么站 速度突然慢 甚至停了 你要拎好久才拎到画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经验 你没有 我有 或者你和我一样 是有 为什么呢 原来当我们移动通讯 就是我们的用户 跑得很快 甚至车里的速度很快的时候 它的移动通讯的速度 是会减慢的 但是在5G的时候 我们想移动的速度很快 但是通讯的速度 是不减慢的 这个例子 就是给大家看看 好吗 如果大家准备 如果有点减慢的话 我就播一段影片给大家看 等一等 因为我也要再分享 画面给大家 OK 大家看到的新画面 这个新画面 会有一个YouTube的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 我就准备播放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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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吧 本主钟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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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又回到这里 刚才这段视频说 当车移动时 它发现移动很慢时 速度可以达到20Gbps 20Gbps已经很快 当车移动很快 当车移动很快 100kmh很快 高速行驶 都可以达到8Gbps 8Gbps也很厉害 这段视频证明 如果你在高速火车的时候 它的通讯是可以保持一个很漂亮的质量 另外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段视频不断有些不同的雷射边 当然在应用的时候 你看不到雷射边 大家不用担心 它不会射穿你 不过这段视频 因为它是emulation的关系 它给大家表达的时候 原来用玻璃和外面的机站天线 可以做沟通 这是最新的天线技术 用玻璃做交易 好 我们去看看下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例子可以实现到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例子如果是汽车通讯上高 它可以提供高速的交易条件的话 我们将来才可以实现到 我们叫做 intelligent vehicle communication 智能交通通讯 智能交通通讯的意思是 就是说无人駕駛 无人駕駛 车和supercar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你自己的supercar 人家不super 所以人家会撞你 如果实现全面智能駕駛的时候 第一件事 你的车要有很多不同的sensor 等等 很多不同的sensor radar 雷达 和天线系统 才可以的 不然是完全做不到的 Figure A就告诉你 你要看到车的sensor 会周围射 前面又射 左面又射 anos και後面 才可以找到 分接轨 另外就是 这类型的分接轨 会 即时可以 用家的 노资�적 即时可以通过一个view time的sharing 在他们的挡风玻璃上 Figure B,大家看看Figure B Figure B就是,你会看到那辆车上高 是有不同的information 是 displayed在玻璃上高的 这里可以让大家看到 一移动的时候 它上高 displayed 玻璃是有不同的information 这些information就方便驾驶者去判断 究竟是否要停止卡 还是继续继续 另外就是 这些all traffic data from vehicles 是会全部uploaded to 5G network as a big data 所以很多时候会听到 big data是多么重要 因为upload完这些data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到 智能交通的control和management 去防止所谓的撞车 或者其他交通事故等等 所以未来的交通工具 除了是车本身之外 要智能之外 那个network 也要支援智能 它才可以合作 这些就是wildness technology 好, next 第二个example 刚才我说了 我会展示的example 就是说 如何将facebook放在杯子里面 before show 给大家看之前 看一看 它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个social network 的boost business 就是我们如何通过social network 将business 更加promote 给更多人知道 publicity 可以更加high visibility 好了 说这些时候 要介绍我们香港的technology alphaID 香港是世界里面 第一个城市 用e-payment的 我们有巴达通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巴达通 原来巴达通的发明 是来自香港的 而当中里面 一个主要的technology 巴达通里面的payment security 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 我们很多城市大学的同事在这里 他都未必知道 所以 好了 当我们有巴达通之后 现在我们巴达通的technology 是直接应用到信用卡 信用卡 可以做payment 应用在手标 手标可以做payment 用在我们电话里面的电子钱包 都可以做payment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巴达通的technology 然后演变出来的 这些都是wildness technology 这类型的technology 除了在payment上 我们找到 在付款找到之后 原来在机场的管理行李系统 都是用rfid 另外最大益处rfid 提供给的industry就是 我们叫做物流 大家可能有听过淘宝 淘宝这家公司 它的物流是很失利的 每天的容量 另外就是那家公司的 信封 信封也是 大家买完淘宝之后 要寄信封 信封如何做物流呢? 一千上万甚至几十万 几百万件货品 他们是靠rfid做物流管理的 否则真的做了工人 好了 说到这里之后 看看今天这个example 都是rfid 它们将rfid系统 就indigrate在酒杯里面 而这个酒杯的rfid系统 是特别于Facebook 就说什么意思呢? 等一会在影片里 你会看到 这些用户在酒杯里 大家碰一碰的时候 或者cheese 看到美女 我们cheese 看到美她 看见美女 我们cheese 我们cheese 看到美女 一cheese 看到美女 他cheese 一cheese 这个 这个activity 是一个很成功的activity 待会我再说一些 现在这一刻 我们先看看影片 我也要分享一下 影片已經準備好了,大家要留意一下 Now, Toasting has received an upgrade Budweiser presents The Buddy Cup A cup integrated with Facebook When two people clinked their cups, they became friends Each person that entered a Bud event would connect their Facebook profile with the cup's chip So, they just did the same as always went out drinking Bud and making new friends Buddy Cup The more Buds, the more friends Okay, let's go back to this In the video, you can see when people went to the hotel and went to the hotel and went to the hotel when people went to the hotel and went to the hotel and went to the hotel This activity in the time of the hotel It will then make Budweiser in 2013 became the number one Before that, it was not the number one It is to prove that we can use the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this is the wireless technology to tell you to help your business to get more of a different customers so that it is very good to get more of a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hotel The third example I want to share is a mini robot or a mini electronics this is why I put it in the third? it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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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apply an empaths law to how to use external coil to create magnetic field to penetrate into human body and also apply the Faraday's law in the device in the body it will be able to how to use the magnetic field to couple the energy to create the energy to create the energy and then it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the mini robot in the human body in the human body and finally the device in the devic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ensors these sensors can detect the body of the body of the body of the body they will send out to external antenna this example is from the the U.S. Stanford University we can see you can see this patient has an external antenna this external antenna provides magnetic field to penetrate into the body this body is a mini robot this is a wireless powering this is a wireless powering to move t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detect the body content of the body or the blood content of the patient and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medical doctor this is the of the human body of the robot how to play this is how to play well today's talk because of the time I won't share with you but you can see in the previou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and now are very different so we can see that we can see that we can see that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 as we are able to manage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I have a few different examples that you don't see but you may not see because in the future other than the internet we can use a wireless technology the wireless technology and during the last part I am the most clear and I have a sense that is that we can see using手機 is not安全 that we can use and hopefully in the end we can see 用手機確定是否安全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尤其是年輕人 我家裡其實也有年輕人 我也做爸爸 我見到小朋友很喜歡拿著手機 低頭就這樣,日玩夜玩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對他的健康是好還是不好呢? 當然我作為一個工程師 我很難去判斷好還是不好 不過我們用科學的數據給大家看 要解答這個問題之前 要先學懂一件事 這件事我們叫SAR 不是香港03年的SARS SAR也是讀SAR 它是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就是當那個器材 有RF Energy寫出來的時候 它原來是會被Body Absorb 這個definition我們叫SAR 在不同的產品 如果它有Wireless部分 全部產品都要用FCC的認證 否則是不能launch to the market 這些認證是要確實產品健康對人類 否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不同的產品 它當然有不同的standard 就是被FCC去做標準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什麼呢? 就是用手提電話 究竟你要absorb多少SAR呢? 這些SAR越多就越不好 這些額外的Energy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好了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 又問一問大家 你覺得在手提電話 哪個部分會create最多SAR呢? 即是哪個位置的手提電話 會釋放最多的輻射給人體呢? 很多人會覺得 肯定是天線 你天線這些東西 是說Radiation 很多人會這樣想想 很多人會想想 肯定是射屏部分 因為射屏部分提供能量給電話 第三就是這麼大的screen 又會發光又會發熱 肯定是screen 這三個都是正確的答案 不過在研究的發現 研究才是scientific 我們發現了 原來我們傳統的想法 不一定是正確的 我們發現原來手提電話 能夠create最多的SAR 並不在天線上 當然天線也會create很高的SAR 我們發現在一個speaker 即是電話的speaker 是create非常高的SAR 這個圖片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三幅圖 電話當是communicator 原來這個SAR 很大部分量是 是敷的speaking phone 是propagate到人頭 那是什麼意思? 你打電話 真的不要像這個紳士這樣打 拿著電話貼著耳朵 很享受地打 你一直享受聽著 你旁邊的女朋友和你甜言蜜語的時候 原來它的聲音會敷到speaker 同時把沙打給你的頭部 所以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想聽甜言蜜語 我們給我們一個advice 你可以用我們叫什麼呢? hand free的線 就是說 有一條線插在電話裡 然後有一個耳孔 我們叫hand free 現在更 advanced 你們會用 earbud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可行的方案 首先把電話軟離你的人頭 知道嗎? 好了 另外再多看一點點 這幅圖 黑色這幅圖 你看到我寫了 一珠、二珠、三珠、四珠 有不同的頻率 我們發現 在不同的頻率的時候 原來沙的反應對人頭都不同 你看看 在初期一珠通訊至二珠通訊的時候 這個是人頭 人頭有一點紅色、橙色的部分 那就是電話發出來的微波 影響你的人頭 你發現 在二珠、一珠 你還是看到自己人頭的樣子 OK? 但到三珠、四珠的時候 你看看 整個人頭 是被手機的radiation覆蓋的 這裡你看到 從一珠到三珠、四珠的時候 你頻率越高 那個輻射對你的人頭的影響 是越大 你看到這裡就是 另一個 example 告訴大家 就是 那個radio的energy 如果放在心口又會怎樣? 如果不放在頭 我把手機放在衣袋裡 有些男士喜歡把手機放在衣袋裡 然後穿西裝 這樣又會怎樣? 看看 我專門選一個5G的頻道給大家 3,000MHz大概是5G的complication 同學或者用戶現在很喜歡 就是我買一個data plan 越快越好 譬如 我研4G慢 我就4G LTE 我研LTE慢 我就LTE Advanced 我研LTE Advanced 我研LTE Advanced 我研LTE Advanced 是由胸口到下巴 所以是非常誇張的 這個 example 告訴大家 就是 原來頻率越高 data rate越高 手機的generationation越高 你吸收的SARP就越大 所以我提示 沒有必要的話 你們不需要去加入一個這麼快的data plan 因為你加入一個快的data plan 你的service是快了 但你健康也很快遠 所以小心點 另外最後一個圖片 我分享給我的同事 甚至是分享給同學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這就是告訴大家 同一個電話 不同年紀人 他吸收SARP的能力 都不同的 我看到五歲小朋友 是80%的頭 是吸收了整個SARP的 所以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五歲以下 你盡量不要給他打電話 因為他每次打電話 他的輻射是被頭吸收 而不是射出去 十歲好一點 我們同學子 十幾歲 你吸收SARP 大概是會有50%至30% 都不少 半塊臉是會被主熟的 可以主熟你的 18歲以上 到老人家 你的SARP的吸收 是會好很多的 抗拒SARP的能力 是會好很多 你看到大概10%左右 這幅圖也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讓小朋友 用電話放在那裡聊天 是不健康的 有時候 婆婆、公公、爺爺 給小朋友 你可以用手-free的形式 即是開個Speaking Phone 但你真的不要讓他放在臉上 因為這樣會 減少你的小朋友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來到這裡 因為差不多一個小時 希望 接下來的10年 在2030年 我們在6G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不同剛才所分享的應用 將會出現 我先分享到這裡 留一點時間 可以和大家再聊聊 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同事可以開放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幫忙 開放同學的Speaker 給他們 他們可以和同學聊天 或者同學 如果是害羞的話 可以打一個TRAP 不過我還有下一場 就是5.0 幾分的離開 看看同學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藍牙耳機會不會有些複雜? 問得很好 很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 藍牙耳機是有輻射的 不過它的輻射的標準 就遠遠低於電話很多很多 所以用藍牙耳機就更安全 用電話耳機 WiFi WiFi是嗎? WiFi複雜就高於藍牙 所以如果家裡有WiFi的Router 盡量不要貼住大家 利用WiFi上網 知道嗎? 謝謝 謝謝 有人問我的影片會不會分享 我真的不知道 要問我們學員 看看他們會不會分享給大家 可能等會有同事回答這個問題 這樣會不會有新的 可真に 最重要是不用電話的時候 1942 不停電話 人數borne 是最安全 那針對 她的 analys力 比方便是更快 你剛才看到的Data Wai-Fi 其實你會吸收多些能量 除非你真的想自己被Wi-Fi熟悉 否則盡量把Motor貼開一點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看到了 We吸收SAR using computer online SAR和Computer沒有直辯關係 Computer是另一種輻射 不是SAR的輻射 我們今天沒有分享 有同學說 Thank you for your lecture 我也Thank you你的出席 多謝大家 Charging your phone create more radiation Charging現在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用一條線 直接擠在電話上 那種Charging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有一種Charging 我們叫做Wireless Charging 其實我也不太建議 但我們用Wireless Charging 如果要用的時候 你走開一點 不要放在你的床頭旁邊 知道嗎? SAR does not related 如果你的Laptop本身是有Wi-Fi功能的話 是有SAR的 那些Laptop出門的時候 都要經過SAR的標準 但因為很多時候 你不會把Laptop貼在臉上 那就安全一點 但你的手 你的手會打鍵盤 手會吸收紗 你的手吸收紗 總比你的腦吸收紗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是 如果這幾十年 可不可以做到 自由能源這一項的研究項目之類的? 有 其實這是一個很熱的題目 其實很多不同的學院 香港不同的教授 都有做這件事 即是怎樣可以哲能 甚至智能 甚至是怎樣可以 有些新的器材 它是Low Power 甚至Minimum Power 就可以使用 有 這是一個非常熱的題目 Mouse的SAR 就不是很高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How to Reduce SAR Good question 這些就是Research的題目 其實通常 Reduce SAR 是通過 設定好的天線 設定好的Speaker 設定好的Alpha Power 讓它 不要亂的 這些是比較 technical design的方法 OK 時間的關係 我只可以回答到大家這裏 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可以寫個Message 在Message Box 甚至 我不知道學院是否 CREATE了一些 WeChat Room 或者WhatsApp Room 如果是的話 在那裏發問也可以 如果我看到這題目 是我回答到的話 我之後也會回答給大家 好嗎? 在這裏先跟大家說聲 再見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分享其他東西 記住 我們是CTUE Department 我叫Steve Good to see you Bye Bye